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两天刚刚接受公告牌的专访 有很大一个版面在介绍你的音乐 你觉得花语音乐要走向国际 你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脚踏实地地去做好每一首歌 然后我自己反正是会亲力亲为到所有歌曲的每一部 从做词作曲 编曲到制作 全部都会自己去参与自己去创作 那我觉得不说的那么大 反正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原创做好这样 恭喜昆昆成为2019北京台春晚的代言人 我想问 这么多春晚当中 为什么选择了咱们北京台呢 我觉得其实自己也是最近在北京发展 然后来到北京 其实对北京也是有很深的感情 也算是新北京人这种概念吧 我觉得能够为我们北京台的春晚 去创作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我的荣幸 北京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城市 而且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奋斗 在这里打拼 其实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所以我觉得对北京还是挺有感情 听说 在这个舞台上 你会和以往有不一样的表达 你会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可以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 其实这一次的曲风是比较怀旧 然后比较经典的这种的情歌的感觉 这一次在演唱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小小的互动 跟一位神秘的嘉宾 适合一位现场神秘的嘉宾吗 没错 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吗 对对对 被选为咱们春晚的代言人 你希望给公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传递我们年轻人的正能量 我们身上的那种热情 阳光的积极的心态 和咱们另外一位代言人杨幂 之前有过接触吗 之前没有了 但是刚刚有在一起拍摄 他是不是特别活泼可爱 没错没错 其实跟我的几位队员 他们之间有合作过 所以有跟我提起过 有聊过 未来有可能会走国际路线 发表一些海外性的音乐作品吗 会有在海外演出的计划 然后也会做一些自己的EDM的set 今年作为你整个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 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这一年吧 我觉得很精彩吧 因为这一年也是经历了蛮多事情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 很精彩的一年 有什么特别让你记忆深刻的一瞬间吗 我觉得最感动的 其实就是还是看到他们在台下 看我演出 听我唱歌为我姻缘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让我感动的 他们会唱我的歌啊 比方说像You Can Be My Girlfriend这首歌 我唱第一句 他们就会唱第二句 我觉得他们都挺熟练的 就觉得还是挺开心的